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 你可能很难相信在生活成本危机当中 资金如此紧张的情况之下 美国普通家庭的资产已经触及百万元 准确的说 根据联储会的消费者金融调查 截止到2022年 经通胀因素调整之后 美国家庭的平均净资产为106万元 这相较2019年的86.8万元增长了23% 尽管疫情和随后的乌克兰战争 给经济带来了挑战 但去年普通家庭的生活状况 明显好于疫情前 平均净资产的计算方式 是将所有美国家庭的净资产加起来 然后除以家庭数量 另一种衡量平均值的方法是中位数 根据该指标 典型的美国家庭总资产为19.29万元 虽然这个数字看起来并不令人印象深刻 但在排除通胀因素之后 它仍比三年前增长了37% 该研究强调了如果你想积累财富 购买房产的重要性 去年近三分之二的美国家庭拥有住房 与前三年相比略有增长 随着疫情期间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业主的资产也随之飙升 2022年房主的平均净资产为153万元 而租房者的平均净资产仅为15.5万元 虽然房价飙升使那些已经拥有住房的人 受益但也给打算买房的人带来了财务上的挫折 联储会5月份发布的另一份调查发现 65%的美国人租房是因为他们付不起首付 在美国普通家庭不断累积财富的同时 全世界百万富翁的实际数量却在下降 去年有350万人失去了百万富翁的地位 瑞银的年度财富报告显示 全世界拥有一百万元以上资产的成年人数量 从2021年底的6290万降至2022年底的5940万 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降幅 即使在百万富翁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的美国 去年也有180万人失去了百万富翁的地位 现在美国百万富翁的总数约为2270万